台中捷运去年9月起推出捷粉回馈专案 每个月搭乘40次以上就享有现金回馈 最高回馈30% 不过截至今年9月底却有大约新台币20万元 预期没有人领取 台中捷运公司建业旅客下载台中捷运手机APP 就能够随时查询 避免错过回馈金的领取期限 让自己的权益受损 为了鼓励大众多搭乘捷运 台中捷运去年9月起推出捷粉回馈专案 每月搭乘40次以上就享有现金回馈 最高回馈30% 不过截至今年9月底 却有大约新台币20万元与其无人领取 捷粉回馈金到9月为止累积了回馈300万 那其中有20万元已经预期的还没有人来领取这个回馈金 那我想民众搭乘台中捷运只要超过一个月超过30趟次的话 我们就可以回馈10%到30% 中捷公司表示回馈金等同现金 存入电子票证后无使用期限 用途不限于搭乘捷运 也可用于购物等日常消费 领取期限为6个月 专案上路后每月想回馈金的捷粉人数逐月成长 至今年9月底回馈金总额已达301万元 那怎么样让你知道你搭乘几次呢 第一个可以下载我们台中捷运的APP 把你的悠悠卡的卡号登记在上面 那每天你都可以看到你昨天为止累计的烫次跟金额 那最好你还有给我们你的联络手机号码 我们必要的时候会提醒你 你有得到这个烫次足够回馈的一个金额 中捷公司说明经分析资料发现 逾期金额中91%并非台中捷运手机APP会员 因此提醒旅客下载台中捷运手机APP 就能随时查询 避免错过回馈金领取期限 让自己的权益受损 记者杨周环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